喜歡喝酒的人見到這個場景 聽到這些聲音就知道欣賞美酒的時間又到 這裡是第七屆香港貿法局 香港國際美酒展展場內的威士忌和白蘭地酒吧 在這裡參與的人士可以品嘗到不同地區的街樣 其中一種是來自日本的梅酒威士忌 你喝的時候梅酒的味道就會先來 然後威士忌的味道一會兒才散發出來 最好就是加冰或者凍飲 或者混梳打水喝就可以 另一種來自西班牙的煎酒 也嘗試將這種傳統的烈酒加入新材料釀製 有一種橄欖叫做阿貝金臘橄欖 有迷迭香、羅辣和百里香 所以喝下去除了有橙的香味 也有其他香料在後面 烈酒產品越來越多元化 不過香港作為亞洲葡萄酒中心 美酒展對全球葡萄酒商來說 依然有很大吸引力 這個來自澳洲的酒莊 就希望借展覽推廣自家品牌 我們現在在澳洲的五星酒店 五星酒店的五星酒店 在澳洲的五星酒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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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在澳洲的五星酒店 在澳洲的五星酒店 在澳洲的五星酒店 有96點 今年美酒展吸引超過一千家參展商 他們來自三十四個國家和地區 其中更有第一次來香港參展的 馬其頓展商 亞洲和中國內地葡萄酒市場 發展潛力龐大 大會因此也舉行行業會議 給業界人士交流資訊 Hong Kong是認為 亞洲酒店的中心 我們昨年從日本、台灣、 從西方、西方、西方、 西方、新加坡、印度尼亞 我認為這一定是正確的地方 去影響市場